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講的是哪一區的切到按鍵堆 它其實馬上可以秀出來 所以最後類似像這樣 各區的住宅切到按鍵圖 把它切 那你可以看到 但是這個資料好像跟剛剛資料比例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資料應該是舊的 現在又有更新了 那這邊有一些相關的圖 我有把它截圖下來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知道什麼 哪一條路上面的切到按鍵堆最多 那接下來怎麼做 第一個你要先知道什麼 所以這個的話 這個工作表可能就是 再把它改一下 這什麼 這什麼 各區的那個切到比例圖表 OK 圖跟表 OK 那顯示一下 那將來你們要繳交類似像這樣 就是讓我知道一下 你有用到函數 然後你也用到聚期 你也用到VBA OK 然後你也做出那個它的圖表出來 然後另外的話呢 當然你這個資料 你也可以把它Ctrl C Ctrl V貼到Word裡面 那我直接在上面看也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我如果想要知道第二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 哪一條路上面的那個 切到按鍵最多 而且 我只需要前十 前十就好了 因為這太多幾百條的道路 不需要全部都列出來 所以接下來的話 第一個 我們一定要需要什麼 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要統計的是這個資料 那你一定要有這個欄位 如果你沒有這個欄位 很抱歉 你可能就沒辦法做後續了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欄位了 那我們後面就簡單 所以優標先放在這裡 那當然 你要先確定一件事情 Ctrl 向下 這個資料 總共是 3233列 那剛剛有同學 好像這個數量 沒有那麼多 可是你卻用到 底下的資料 列數過多的話 那可能結果 會有一些空白的 那再來的話 我們把優標放這裡面 插入樞紐分析表 你會發現 他理論上會跟你講說 你是不是這個儲存 這個應該是工作表名稱 然後後面一個驚嘆號 後面就是A1 前後都有那個前的部分 是絕對位置 然後到哪裡呢 哪個位置 哪個儲存格 到哪個儲存格 那如果你的作標 假設沒問題的話 你就只要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就是統計什麼 跟剛剛一樣 路接到 到路接到 出來了 然後呢 再來就排序 我希望呢 多的在前面 少的在後面 不過這個好像 裡面也有一些錯誤的資料 我不管啦 我們主要是要前十條就好 所以再來怎麼樣 優標放B4 然後呢 做什麼呢 做資料裡面的Z到A OK 可是你會發現 它這個標籤裡面 坎作向下 哇有 到500多耶 有沒有 所以其實呢 我不用這麼多 我只希望呢 幫我留下前十個就可以了 OK 前十條道路呢 留下來 其他不要 那其他不要的話 不是說叫你把它刪掉了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這裡的話 其實它有一個所謂的篩選器 如果你只要前十個的話 那你只要點選什麼 這邊有個箭頭 關鍵的地方哦 它的機關在這裡 然後呢 我如果要怎麼樣 當然呢 你如果全選 預設是全選嘛 就是全部列出來 可是呢 我只要留下什麼 留下那個 我要的那幾條路就好 當然你可以 找啦 不過這邊不好找 我是建議呢 你可以有幾個方法 這邊有個什麼 它可以按照 標籤去篩選 不過呢 其實我們不需要啦 其實我們只需要什麼 前十個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它的功能在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 前十項就有了 所以在這個 這個按鈕哦 所以這個機關 值得篩選 前十項 這樣就OK了 把他點下去 所以點一下 這邊有個值得篩選 前十項 當然呢 不是說只有 只能前十項 將來如果說 你希望多一點 二十 三十 或者只要五項 你就把它改入 它其實基本上就十個 我們就十個 按確定 好 你會發現呢 最後得到的就是 這五條路啦 OK 那 等於是那個欠案件最多的 看起來當然不意外 中山北路 可是呢 比較意外是臨申北 它反而沒有中山北 來的欠道案件多一點 為什麼呢 我在想說 因為臨申北是 可能那邊都是酒店居多吧 沒有住宅 因為這個是住宅欠道 所以呢 可能 反而中山北路上面 裡面住宅比較多 我在猜這樣 是不是這樣 可能還是要深舊一下 OK 那其他的話 還有螺絲浮 螺絲浮路上面 其實其他案件相對多 為什麼 OK 是不是應該住家特別多 不過螺絲浮路蠻長啦 從一段 到幾段 五段吧 哪一個地方 這個住宅案件 最多 那當然這個可能還是 還要再去深舊一下 OK 那一樣啦 中校東路 也是很長 好像一段到七段吧 OK 所以這麼多 哪個地方 切到案件最多 也許可以再去瞭解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其實不是要比例 我們不像剛剛圓形圖 我只要數量 所以怎麼樣呈現數量 是最容易的 這裡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一樣切到分析 然後樞紐分析圖 有沒有 這個 然後呢 其實數量比較好表現的 應該用哪一個比較OK 其實直條圖就很OK 表現數量 所以我們要用直條圖 按確定 那這邊一樣 你可以什麼 直接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然後另外的話呢 一樣 把這上面的標題改一下 也許叫什麼 就是 這個什麼 到前十條的那個 切到案件最高的 這個 這個 圖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可以刪掉 圖力可以 因為我發現這個圖力 沒有太特別的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我們要的一個 這個 路接到前十條 的一個 這個部分 那你可以 這個地方 再把這個標題改一下 那這邊再改一下 就完成這個部分 練習 那 另外呢 假如說剛好 今天 這個 警察局長在議會 被問到說 歷年來 到底104年 到110年 治安有變好嗎 尤其從柯P上任 之前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上任 他上任之前跟上任之後呢 到底住宅 來切到案件 變好還是變壞 那這怎麼做 首先的話應該 年度的話有沒有 年度 所以你必須用什麼 把年度部分抓出來 產生一個新的什麼欄位 然後你再用插入書 你的分析表 其實答案就出來了 也許各位可以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那其他的話還有什麼 發生時段 所以發生時段好像 可能也許是一個 一個要素 但是好像不是我們特別關心的 所以你也可以想想看 哪些資料的哪些部分 是你最關心的 你可以把那些資料 獨立出一個欄 然後再利用什麼 樞紐分析表 加上樞紐分析圖 你會發現視覺化的圖形就出來了 我是覺得 這個難度並不高 但是效果我覺得還蠻醒著的 真的對於你做決策的時候 相當有幫助 OK 好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一下 那也可以試試看 發生日期 有沒有 哪一個 這個 哪一年 是不是越來越 治安越來越好 還是治安越來越差 另外的話可能有同學 那哪一個月份 失竊的越來越同學 針對哪一年 那有沒有針對哪一個月份 這個招小偷有沒有挑月份的 有沒有哪個月份特別容易招小偷 有沒有因為不同季節 像那個現在冬天下雨 可能失竊會不會低一點 因為小偷懶得出門 OK 那天氣好是不是也比較容易 諸如此類 但是問題你必須要有那個欄位 你才有辦法變出那個資料 OK 好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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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ピコ